这海外国家有信仰自由就是不一样 在网上就能聚会传福音 以前这个事 李锐 李锐 哎呀 看见没 炸锅了 哪儿炸锅了 咱教会的交流群炸锅了 你快看看 嗨 不就是张弟兄发了个消息 想跟大伙一块讨论 好家伙 这是一般的问题吗 三维一体的神存在吗 存在吗 这可是在质疑三维一体的神呢 这问题严重啊 这弟兄姊妹杀杀的跟贴 可不是吗 你看这条啊 我说张弟兄 咱信的不都是 赏父 赏子 赏灵 三维一体的神吗 是 这可是我们信仰的根据 你哪儿来的质性 哪儿来的嫡气 哪儿来的根据 让你质疑三维一体的神呢 哎 这次搞什么 张弟兄做工讲道三十多年 也蛮明白圣经的 对啊 这怎么还怀疑几三维一体的神呢 你就是 why brother john 你为啥不相信三维一体的神存在呢 连皮特弟兄也坐不住了 你看还是陈老弟兄比较沉着呀 哎呀 暴急暴急 大家都先暴走急嘛 他说 这张弟兄是个又死相又嫁弟弟的 他发这个帖子 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吗 不行 哎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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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家 去当面问问张弟兄啊 他凭啥原因怀疑三维一体的神呢 这这 哦 那你甭去了 啊 我已经去问过了 那你快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 我一见他就问了 啊 张弟兄 咱牧师从小就给咱们讲神是三维一体的神 牧师从小讲的 我们从小就听牧师讲神是三维一体的神 是 你咋能忘了呢 那是熟记于心都会背来 哎呦 话说 除后三百多年 在尼西亚宗教会上 各国的宗教领袖 对神的独一性和多位性 展开了激烈的政变 嘿 无果告终 嗯 后来又经过了一百多年 艰苦卓绝的政变 嗯 终于确定了三维一体的神学理论 从此奠定了基督教 不可动摇的信仰根基 听听 听听 啊 这三维一体的说法 是宗教领袖费了多大的劲 才争辩总结出来 是 多不容易啊 啊 这张弟兄还有什么话说 嗯 好 哎 好可惜 啊 好可惜宗教领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结出来的神学理论 就是没有主耶稣的话 做根据啊 没有吗 有吗 哎 主耶稣说过 他是三维一体吗 主耶稣 说过吗 倒是没说过 那圣灵说过吗 没有 圣经上哪位先知使徒见证过神是三维一体了 那 也没有啊 哎 神就是独一真神 神从来没说过他是三维一体 嗯 圣经里也没这么记载 嗯 这宗教界是哪来的自信 哪来的底气 哪来的根据 非说神是三维一体啊 哎 这话他又问回来了 关键是人家张弟兄说的在不在理啊 在理是在理 啊 但是这三维一体的说法 他也不是空穴来风啊 哦 他也是有根据的 哦 什么根据啊 你看 嗯 主耶稣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啊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哦 哎 咱们俩是边炮两头点 想到一块了 是吧 这宗教界的牧师长老啊 嗯 就是根据圣经上的父子圣灵的说法 来讲解三维一体的 没错 嘿 这就我们牧师了 哈哈 啊 弟兄姊妹啊 嗯 这个之所以将神是三维一体的神 嗯 都是因为神有神父 神智 神灵 这三个不同的为格 是 每一个为格的 又是完全的神行 相互平等地 存在于同一本体力 没错 所以呢 三维一体的神 只是为格不同 但不思三维一身 嗯 嗨 思一维一身 哎 你这么跟张弟兄讲 他不就没话说了吗 哎 那是真没话了 我就说嘛 光听他说了 啊 是你没话了 不是 李弟兄 主耶稣说的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嗯 但主耶稣说父子圣灵是三维一体了吗 说神有三个为格了吗 那倒没说过 啊 但父子圣灵的说法不就是这意思吗 不就证明神有三个不同的为格吗 你要这么说 那请问 啊 圣父是谁啊 嘿 耶和华呀 圣子呢 主耶稣啊 圣灵呢 嘿 圣灵就是圣灵 那圣父是不是圣灵啊 是啊 圣子的实质是不是圣灵啊 主耶稣是圣灵感悦 实质当然是圣灵了 那圣父圣子圣灵是不是一位灵啊 嘿 这不明摆着就是一位灵吗 那既然是一位 那怎么又说是三个为格呢 这 哎 三个为格不就有三位灵了吗 这三位灵不就是三位神了吗 不是 这与神是独一真神 他不就矛盾了吗 张地雄就是这么跟你交通的 啊 你等会儿 我捋一捋 捋一捋吧 神只有一位 圣灵只有一位 是 三位一体就是三个为格 三个为格就是三位神 三位神就是三位灵 嘿 哎 不对呀 一位 三位 三位 一位 哎 这怎么就矛盾了呢 这都把一位神 姓成三位了 这能不矛盾呢 哎呀 别矛盾不能矛盾 哦 还不矛盾 神只有一位这不假 哎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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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神包括圣父圣子圣灵 这三个部分呢 这三个部分合在一起 才是神的全部 才能成为神自己嘛 哦 哎 你得这么反驳张地雄 他不就没话了吗 我还真就是这么反驳的 是吗 我还真就没话了 你看看 等会儿 不是 他又说啥了 你怎么又没话了 李立雄 神只有一位 神的灵只有一位 按照三位一体的说法 圣父圣子圣灵 是各有各的食指 各有各的位格 那原本就是分开的三个部分 是 那不还是三位神三位灵吗 三位灵又怎么能合成一位呢 嘿 那就跟三杯水一样 合成一个整体 那不就是合而为一吗 哦 这三杯水能合到一块 三位灵就也能合到一块 啊 这么领受 难道有什么偏差吗 偏差倒也谈不上 啊 胡说八道啊 哎 你这不是把神的灵 给物质化了 不是 神的灵怎么能随便分 随便合呢 那要不合一起 还是独一真神吗 哦 按照三位一体的说法 非得把三位合成一体 才是神 啊 那要不合在一起 只有一位 就不是神了 嘿 这 他 哎 要按照三位一体的说法 要不合在一起 难道耶和华神 就不是独一真神了 这 按照三位一体的说法 要不合在一起 圣灵就不是神了 按照三位一体的说法 要不合在一起 主耶稣就不是神了 按照三位一体的说法 哎 别说了 怎么了 你怎么越说 我这心里越发慌啊 哎呦 要是按照三位一体的说法 嗯 好像把神是独一真神 给否了 难道不是吗 哎 宗教界把一位神 分成三个部分 分三个位一格 还要合为一体 这不是在分割神吗 哎 不是在否认 神是独一真神吗 哎 这么说 这三位一体的说法 真不成立 所以啊 宗教界根据主耶稣说的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就认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这完全是谬解主的话呀 哎呀 哎 那你说说 这主的话 到底该怎么 怎么领受啊 其实啊 奉父子圣灵的名 就是奉神的名 哎 这没错啊 说白了 圣子就是神啊 人要是能接受这个事实 直接奉主耶稣的名 是不是就可以啊 哎 是啊 但当时的人 认识主耶稣是神吗 不认识 他们还以为 主耶稣是先知呢 对啊 那如果让人当时 直接奉主耶稣的名 给他们施洗 他们好接受吗 恐怕不好接受 哎 这不纠结了 主耶稣那样说呀 是体谅人的幼小无知 让人在施洗的时候 可以奉父的名 可以奉子的名 还可以奉圣灵的名 就是奉神的任何一个名施洗 都行 但主的意思 绝对不是见证 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呢 哎呀 这么交通对呀 难道这三位一体的说法 真不成立 明白了 嗯 哎 等会儿 又怎么了 那圣经里明明记着说 主耶稣受洗之后 天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嗯 圣灵见证 主耶稣是神的爱子 这不就证明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吗 哎呀 咱们俩呀 又想到一块了 是吧 主耶稣还多次祷告 称天上的神为父 嗯 这不就证明 耶和华神与主耶稣 是父与子的关系吗 哎 对对对 父就是父 子就是子 这不就两位吗 嗯 还有圣灵 不还是三文一体的神吗 我就是这么问的张弟兄 然后呢 没词了 嘿 哎 你怎么知道啊 你老没词啊 哎 这回张弟兄是怎么说的 嗯 李弟兄 嗯 你认为耶和华神与主耶稣 是父与子的关系 嗯 是两位 主耶稣可不承认啊 哎 主耶稣不承认 哎 就这个问题 早在两千年前 就有人问过主耶稣 啊 他看主说 求主将父 显给我们看 哦 嗨 你说的是主耶稣的门徒 斐利呀 没错 主耶稣 怎么回答的 主耶稣说 斐利 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 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 将父 显给我们看呢 嗯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不信吗 你看 嗯 主耶稣说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嗯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是 主还说 我与父 缘为一 嗯 主的话说得多清楚 嗯 他与父 缘为一 那本来就是一位神 一位灵啊 哎 主耶稣和耶和华 是一位神 嗯 那怎么还称 他们是父子关系呢 父就是神的灵 嗯 子就是神的灵 穿戴的肉身 嗯 用人的话 就比喻成了父与子的关系 嗯 当主耶稣显现做工时 天上就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嗯 这正是圣灵 在见证他所道成的肉身呢 哎 那既然是这样 嗯 主耶稣怎么还称天上的灵为父呢 哎呀 咱们俩呀 又想到一块了 哦 干嘛呢 你又被张弟兄说没词了 错 这回是张弟兄没词了 啊 他给我读了两段话就全明白了 啊 话 什么话呀 咱们群里发的都有啊 啊 是吗 看看 你看一下 耶稣当时祷告时 称天上的神为父 只是站在一个受造的人的角度上称呼的 只因为神的灵穿上了一个普通正常的肉身 有了一个受造之物的外壳 尽管他的里面是神的灵 但他的外表仍是一个正常的人 所以 耶稣称父 就如你们起初称天上的神为父 是一样的 是站在一个受造的人的角度上称呼的 因着是道成肉身 所以他称为神的爱子 这样就有了父与子的关系 只是因为天地之别的缘故 他以肉身的角度来祷告父 并不能说他不是神 虽然说他是神的爱子 但他仍是神的自己 因他只不过是灵 道成的肉身 实质还是灵 阿们 哎 这话说得清楚啊 原来主耶稣是道成肉身 他是站在受造的人的角度上 称呼天上的灵为父的 没错 这正是基督的卑微与顺服 不管主耶稣是站在受造之物的角度 祷告灵 还是以神的身份说话做功 他的实质都是神性 他与耶和华仍是一位神 一位灵 并不是向人想象的 父与子的关系 神道成肉身来在地上 那就像一句老话说的 天老爷分身下凡了 哦 我明白了 原来神道成肉身 无论站在什么角度说话做功 他都是神自己呀 没错 其实在律法时代 神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 神就是灵 根本就没有父与子的说法 哦 父与子的说法 是在神道成肉身以后才有的 哎 当神道成肉身的工作一结束 神返回灵界 神还是灵 父与子的说法 那自然也就没有了 哦 其实宗教界呀 就是不明白神道成肉身的真理 所以 看见主耶稣祷告天上的神为父 就认为耶和华神与主耶稣 是父与子的关系 是两位 又看见父 拆派圣灵来做功 就浮想联翩 推 推理出了三位一体的神 这套谬论 你说 这不是荒唐透顶吗 哎呀 原来三位一体的说法 是这么产生的 是 人对神道成肉身 不认识不理解 就把神分割成了三个部分 这真是最大的无知啊 没错 张弟兄啊 还教了我一首诗歌 我看见歌词就在群里 要不 我给你唱一下 那你快唱啊 music 可以 神就是一位灵 但他也能道成肉身 活在众人之间 也能超乎万有之上 他的灵是包罗万有的灵 也是无所不在的灵 他能在肉身同时也能 在全与之上下 神真是太全能了 在天上是灵 他也是神自己 在人中间 他是柔神 仍是神自己 还是神自己 尽管他的命 他的命有千千万 但总归是他自己 都是他灵的直接发表 这话说得透彻呀 神的灵包罗万有 无所不在 既能在天上掌管万有 也能来在地上 说话做工啊 没错 你呀 接着往下听啊 上世自家救赎全人类 是他灵的直接做过 他灵的直接做过 我是小鱼各国各方 也是他灵的直接做过 他灵的直接做过 无论何时神 只能成为 全能的独一真神 全能神 好多万有的神自己 根本不存在位格 更不存在 圣父圣子圣灵的说法 天上地上 只有一位神 哎呀 这神的作为真是太奇妙了 是 神的灵能以不同的方式 向人类显现 在天上掌管万有的同时 还能道成肉身 来在地上做工 救赎人类 拯救人类 嗯 还能做工在人身上 开启人 光照人 是 但不管神是以灵的方式做工 还是道成肉身做工 都是一位神在做工 绝不可能变成两位神 两位灵啊 哎 神永远是独一真神 没错 神太全能 太智慧了 人永远也测度不透 是 不管人的想象力怎么丰富 也不管人的推理 多么合乎人的观念 嗯 都不是真理 不是实际 嗯 神只有一位 这是亘古不变的事实 谁也不能否认 是 这宗教界持守的 三位一体的说法 啊 那真是刀尖上打了一阵 站不住脚啊 嘿 这也是真明白了 三位一体的说法 完全是人的推理想象 嗯 纯属谬论 三位一体的神 根本不存在 哎呀 说实话 啊 我每次听那牧师 讲三位一体 那都跟往脑子里 关浆糊一样 那是越听越迷糊 是 你想问个清楚明白 那牧师就说了 这三位一体的神啊 这是个几大了 人的智慧是 永远无法解释清楚 我们只要凭着 醒醒 详醒 就醒咯 嘿 听听 这明明是邪说谬论 连牧师自己 他都解释不清楚 这还非说成是奥秘 啊 这不是火柴过着大木桥 糊弄人吗 可不是 那些自以为明白 圣经的宗教领袖 凭着观念想象 发明了三位一体 这套邪说谬论 给人认识神 带来了极大的困惑 迷惑误导了 一代又一代的信徒 可把人坑苦了 更严重的是 这是在分割神 亵渎神呢 神的话说 多少年来 神就让你们这样分割着 甚至你们一代一代 越分越细 以至于公开把一位神 分成三位神 到现在 人根本没法 再重新把神合在一起 因为你们把神 分得太细了 若不是我及早地 做着工作 说不定 你们要猖狂到何时呢 这样分下去 神还能是你们的神吗 你们还会认识神吗 这个问题还真挺严重啊 是 看来这宗教界的领袖和神学家 也不明白圣经啊 他们虽然这么能讲解圣经 可他们对神还有这么大的误解 他们也不认识神呢 是 否则 他们也不会发明三位一体 这么大的谬论 来迷惑人呢 没错 定归神是三位一体啊 这可是触犯神的兴趣啊 哎呀 这三位一体的说法迷惑了宗教界近两千年 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 哎 拨开迷雾 见青天了 感谢主啊 是 哎 我就纳闷了 这两千年来都没有人能看透三位一体这个邪说谬论 张弟兄他是怎么看透的 哦 关键的是他转发的那些话都是谁说的 嘿 你看出处啊 啊 出处 摘字画在肉身显现 哎 画在肉身显现 正是幕后基督全能神的亲口发声 啊 也是启示录所预言的圣灵向众教会的说话 哦 敢听张弟兄接受全能神了 没错 全能神就是主耶稣回来了 啊 要不是神亲自显现 发表真理 揭开奥秘 谁能把三位一体 这千古罕见的邪说谬论 给揭穿呢 哎 那还等什么呀 咱们赶快找张弟兄去 干什么呀 考察全能神的末世做工啊 哦 我就不去了 啊 我这不刚回来吗 哦 考察过了 嘿 嘿